- 啊!啊!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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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覺得遇到最多的挑戰應該是上病吧 由於我的體質不是很強壯 所以比起一般的運動員 我受傷的機率比較高一些 所以這些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對我的心理層方面 當然每次都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畢竟我們是打雙打的 雙打的 你不只是一個人 你還要靠你的搭檔 我的搭檔也是不斷地受傷 然後我也是會感到很壓力 男孩子又有另外一個困難 就是當兵的問題 你當兵兩年會影響你的訓練 你的比賽的進度這些 有時候自己會感到很不耐 這是當然的 但是我覺得家人跟朋友的 不斷地鼓勵這些 對我其實那個幫助是很大的 你自己要相信自己 其實你每次比賽一輸的時候 突然你有一段時間你打不好的時候 你覺得你遇到一個瓶頸的時候 這些都是很自然而然會讓你想放棄 如果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那也一定是騙人的 因為職業運動員的生涯很艱辛很艱苦 但也是很短暫 所以既然我已經踏上了職業運動員的這一條路 我就告訴自己絕對要全力以赴 不允許自己輕易的放棄 因為我們是運動員 心理數字是其實一個最大的因素和關鍵 如果我們上場打比賽已經很有信心 很有把握 而且相信我們能勝利 一半的勝利是最大的 勝算會比較高 在比賽的時候 能安撫自己的就只有自己 不然就是他 因為就是你們兩個人在場上打球 所以我說搭檔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的情緒會間接的影響到自己的情緒 所以有時候你失落 他必須站起來 必須鼓勵你 我覺得心與健康問題 特別在年輕人當中現在很普遍 然後更何況現在在社交媒體那麼的發達 我覺得心理防衛其實是最重要的在全面防衛的課題 很多人都是不願意在這個真實的世界 他們都只是在屏幕後面當鍵盤家 對我們來說我們也是會遇到這些問題 因為有時候你上網你看 臉書這些 我們會看到我們很多的負面的東西 我們也是要自己去平復 盡量自己去過濾 然後你自己心裡才會健康一點 我不會想太負面 因為我會自己跟自己講 我都不認識你 然後我不要讓你說的話來影響到我 騎腳車 騎腳車 我現在最近中了騎腳車的毒 有時候晚上我會一個人去騎腳車家 把他留在家 所以當他把我一個人留在家的時候 我就會看我的聯繫劇吧 然後如果看了就沒有時間去想別的東西 啊